并不强 咱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 上升指数的收盘点位是2985点 0.25%的涨幅 那么今天咱们看到下方这个缺口 没有顺势去向下回补 反而是在低位徘徊震荡 调整空间到底有没有到位 我们可不可以用时间的方式 来换未来上涨的空间 那么调整无非就两种 一种是快速向下 一种又横盘震荡 今天是一个缩量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到底能不能用横盘的方式 震荡之后选择向上突破 但是今天有一个隐忧就是成交量 昨天我们也提到了 昨天市场虽然是跌的 但是没有放巨量 所以其实是好的 但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启吻 没有成交量的配合 所以是不是这个量不能再萎缩了 因为今天的这个量 已经是比我们中秋节前的成交量 还要低了 在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咱们来讨论一下 指数调整的空间到位了没有 因为毕竟今天是一个缩量震荡的格局 A已经到位了 以时间换空间 在2970的缺口上方来震荡整顾 B没有 调整还没有到位 仍将向下补缺来寻找支撑 稍后咱们来看一下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来参与一下今天的投票 也来听一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 看看他们三位怎么判断当下的市场 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呢 分别是洪淑敏 宇伟 还有潘敏利 欢迎三位 好 咱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情况 全线是阳线报收 都是红盘 但是涨幅都不大 上证0.25的涨幅 中小板0.53的涨幅 创业板0.08的涨幅 上证50 0.59的涨幅 成交量非常低一米 今天胡适两次加一起只有4872亿的成交额 这只能说明抄底的意愿确实不强 但是个股的跌幅其实也不小 市场的活跃度 涨停加速略有增加38加 跌停的加速3加 ST个股方面7加涨停 3加跌停 赚钱效应是回升的 昨天只有10% 今天是回升到了50% 我们来听听红书敏的观点 怎么看待在这个位置上指数的一个缩量震荡 到底是不是说我们调整空间到位了 咱们就用时间来换了 应该从上周来看 我们都还在探讨 股指是有三个缺口 那么3000点附近的缺口 当时我也是说是必然 大概率会在这一段上涨过程当中 主动回踩的这个方式去进行回补掉 那么昨天出现了这根 这个比较走势比较激烈的一个阴线之后 我们会发现把这个缺口是回补掉了 而目前是直接是面临到了 就是2970到2957的这个缺口 那么现在来看呢 在上周我也指出 因为这个2950附近的这个缺口呢 是3400亿的这个量能释放出来 所出现的这个缺口 所以我大致认为呢 在这个2970到2957这个缺口 短期的这个支撑应该还是会比较强的 那么从今天来看呢 市场并没有在昨天大跌的基础之上 继续惯性的下沙 也表明了这个缺口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由于昨天的阴线下沙过猛 跌破了时日均线 要么看到此前的股指 基本上一路上行上来 在8月份有两次触及时日均线 都是上行的 在昨天有效击穿10天线之后呢 也意味着市场短期的这个情绪 马上得到扭转的概率偏低 所以今天来看 量能萎缩的是比较厉害的 那也表明多头在这里组织起 有效的反攻的时机还不到 火候还不到 那么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看呢 因为我们看到本周的 尤其是昨天的这个下跌 是把原因是归咎为 MLF的这个利率没有变化 降息的预期呢 是在这个减弱 那么明天凌晨 美联储的这个一期会议 会不会有一个降息的一个举措 可能会对未来央行的货币政策 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或者指引 另外呢在周四和周五市场 公开市场操作方面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这个 对于降息这方面的一些新的指示 也是我们要去观察的 那同时呢下周一 也是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说罗素啊 包括一些这个标普啊 这个来配置A股的一个时间节点 那所以我认为呢 如果说是比较快的话 那也许本周末到下周一 市场会完成调整向上 但如果相信面各方面的配合 包括降息的这个预期啊 依旧是不高的话 那么有可能这个时间节点 会拉长到国庆之前 但我仍然倾向于 就国庆之前的市场完成调整 重新走向上升通道的概率 会偏大一些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那实际上 北上资金还是保持着一个 比较连续的流入态势 包括昨天市场大跌 北上资金还是未复流入的 而我看到的两容余额的数据 在昨天的这个大跌日 也并没有出现下滑 甚至两容余额 还有温和的这个回升 那么也表明啊 市场的这个减仓行为 并不是来自于北向资金 和市场的这个两容投资者 那么再结合到此前 公募基金的仓位 已经是达到88%了 那非常有可能是 公募基金再进行一个 主动的一个减仓 或者说来进行一个调仓换股 那么如果说实际上市场的 个人投资者的持绸心态 和北上的持绸心态 都会比较稳定的话 那么公募基金只是 受制于这个仓位的问题 而进行减仓的话 那么股指调整的幅度 也不会太深 所以我还是认为 会在缺口附近止跌 等待20日均线的上移 再结合消息面的变化 看有没有更多的 场外资金入场 那我们在这个缺口之上 等待的时候 要观察点什么 比如说 是不是要观察一下 成交量的变化 还是观察一下 就是美联储 到底有没有降息 然后能不能提前 去预判一下 接下来这个市场 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向上 还是向下补缺 好的 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 实际上在这个欧洲央行 采取了降息的动作 以及启动了新一轮QE之后 实际上美联储降息的 这个预期还是比较明朗 或者说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至于降息的幅度有多大 我们可能要去观察一下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本周对于中国央行的 这个降息 有一些预期上的一些变化 那尤其是在降准之后 这样的一个降息 是不是会兑现 确实还是要有进一步 观察的一个时间的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实际上 这一波2733点以来的上涨 内部政策的发力 它还是比较持续 并没有出现内部政策方面的 这样一种转弱的一种信号和迹象 而同时面对10月份 可能市场还会有一些 不确定的事件 要再看看的话 那么我相信 无论是届时事件如何转变 那如果说是不及预期 那么内部政策会更加 加大力度的去发力 那么如果是符合预期 那么市场更有理由进行 进一步的上攻的动作 只是我们看到 如果说各方面都很好 有可能就会直接上攻3200 如果各方面会有一个政策 内外方面的一个平衡的话 那也不至于直接向下 因为不少事件 已经是提前消化了 所以我大致认为 在2950附近的 这一块的支撑 应该短期来看 还是有一定的支撑 未来至少往上折返的 这个动作必然会出现 好 就是说有利好 可能折返的高度高一些 但是如果没利好的话 可能高度小一些 空间少一些 但是总有这个动作的 是吧 好 余伟呢 余伟怎么看 觉得调整的空间到位了吗 首先我觉得 这两天的调整 应该还不能说是 这波反弹的结束 因为市场普遍与其 这波反弹还会有一定的空间 只是这个空间的大小 现在还有点风起 就是看后面的政策 或者外部环境 有什么一些大的变化 那么首先我们看 这波行情一个 来的一个过程 首先是 其实一直是 创业版比较强 过去当时 从原来一开始的 消费电子 到后来的 核心的科技 到最近的一个金融科技 其实都是科技股领涨 那么上升指数 其实是一个 赔跑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发现 现在蓝筹股 其实并没有一个大的涨幅 那么最近其实调整的话 也是 就是涨得多的 它是调整 其实更多的我们看到 实际上一个获利回吐 是一个技巧是比较明显 而且这几天的调整 我们看量放的 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没有一个 恐慌性的一个 刹铁盘出现 那么这几天的调整 其实有几个因素 那就是归结为 一个是昨天可能 一个工业增加值的数据 略低预期 实际上可能会有些担忧 那么再加上 一个MLF的数据的调整 其实它没有达到 一个市场的预期 但是我觉得 这可能不一定完全 破灭这种政策 一个加强的一个情况 那么20号会有一个LPR的 数据的一个公布 是不是还会有一部分的 利率的一个降低的 一个情况的出现 那么市场还是有些预期 包括为了今天的凌晨的一个 今天晚上凌晨美联储的 一个降息的动作 如果是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降息 那么会不会我们对 政策的一个预期 又会提升 其实更多的 其实是一个预期的一个作用 那么指数上的空间 不会太大 但是如果一定要说 这里结束的话 你要做个投 可能也是个双投 所以还会有反抽 所以个人觉得这里 创业版和深圳城址 基本上是回补了一个缺口了 那么深圳指数这边的缺口 会不会去回补 我觉得可能回补的概率 会偏小一点 因为它相对来讲 前期涨费也比较小 那么这里如果一定要做 一个投部的话 可能还会有一个反抽之后 再回落 会比较合理一点 就都觉得有一个反抽 是吧 但是这个反弹 到底是去创新高 还是说 还会有一个向上的动作 但是到底是一个反抽 还是说去创新高 甚至打开空间 这个不确定 这个通过什么可以确定呢 你觉得 主要是几个不确定性 一个是外部环境 是不是有些大的变化 另外一个的政策 是不是有持续性 如果政策方面的发力 是符合大家的预期的 那么这个反弹的高度 可能会更高一点 就是3050这个点 如果能突破了 那么后面还会有一段行情 如果3050这个高点达不到 那么这个反弹 大家的预期 就会大幅地降低 可能就会回落到一个 相提的正当的一个格局了 是 大家现在都觉得 调整嘛 是 调整下来 也是比较良性的 因为毕竟昨天 虽然阴线的实体比较大 但是成交量 没有放得非常大 潘老师怎么看 潘老师上周来就说 咱们要震荡 震荡等待 只是不知道是横着 用时间的方式 还是竖着用空间的方式 现在您怎么看 您觉得我们用的是什么方式 调整的空间到位了没有 实际上我们上周过来 之所以看会有所回吐 或者有所整理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创业板指数 因为我们当时提到 就是上周三 创业板的指数 是覆盖了周一的 这样一个涨幅 有点像逆子线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 现在可以看到 回过头来看到 这个意见还是比较准确的 因为我们看到 创业板指数应 是六联姻这样一个格局 那么走到今天这个状态 我觉得有几点 首先第一点 在这波回吐当中 上周指数比创业板来得强 因为当中上周指数 还创出过一个新高 而这个新高呢 是把就是有一个缺口是补掉了 但是留了一个月线的缺口 留了一个四月底 到五月初的月线 就差一点点没补 那么也就代表 这个市场到目前为止 还是在大的区间之内 它依然是一个大区间 而不是一个趋势 是这样的 这是一点 那么第二个就是 从上周和本周之间的区别 我们看到了一些 大的品种的异动 比如说我们前期也提到过 类似像两桶油 在本周也有异动 但是它是随着 事件性的引发 而导致了股价的来回的波动 但它的弹性开始显现出来 那么还有一个区别 我们上周三过来的时候 是看到有些白酒品种大跌 然后到今天可以看到 有些品种已经快要创新高了 然后有些品种就是 回收的力度非常非常强 这也是一个变化 那么从这三点的变化过程当中 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如果说现在要说 它能回吐到哪里 或在哪里止跌 我回答不出来 因为我觉得就是剩下来的时间 但是从时间角度上来看 应该是比较清晰的 也就是说在周四周五 两个交易日 有可能还会进行回吐整理 至于它是换档下跌 还是横向整理 这个我们很难判断 因为今天出来的品种非常的 就是说非常有特色 也就是说是前期的一些 一直在推升的一些消费品种 那么他们后期的表现怎么样 没有把握这一块 但是我觉得时间角度上来看 就是如果这波回吐整理 我自己个人判断 应该是在周五的下午 或者说下周一 然后这边应该是回吐结束 然后整个市场应该有一个重新 比如说这波反弹还没有结束 然后重新往上走的这个过程 那么在后面这波反弹往上走的过程当中 我们预判应该是留给指数的 也就是说是纯指数的 所以说我们也坚持上周的那个观点 大家要配置的话 应该去配置指数 而不是配置品种是这样的 那么接下来等后面一波 比如说纯指数行情走完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行情 我觉得应该是偏谨慎的 也就是说等那波行情走完 大家应该把仓位降得轻一点 变成轻仓 那么从这个过程如何去判断 它是会创出一个新高走得很高 还是就仅仅就在3050 或者这个缺口不补 那么当中的一个原因 或者一个看点 我觉得是两点 第一点看点是看明天和后天上午 看看他们的一个回吐的幅度 是不是很深 就从上证指数来看 因为超越版指数已经很明显了 已经方向已经出来了 上证指数如果假设 就是不回补那根放量的这样一个缺口 也就是不回补这一带的话 那我觉得有可能会创新高 也就是上证指数会创新高 会去补去就是在月线图上的这个缺口 如果说它还是往下 把这个缺口彻底封闭的话 那我觉得它最多折返上来 也就是在这一次的高点附近 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判断的 这是一点 那么针对于就是未来的一些结构 或者品种 那么现在来看还是比较迷茫的 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在回吐整理带 但是有一点线索是清晰的 那么也就是说 不管是标普道琼斯还是富士罗素 他们的一个标配的重合体 在这几个交易当中应该会有所表现 这个是清晰的 那么针对于未来 就是说 比如说从创业版指数和上证指数的 强弱角度上来看 那我觉得这一次回吐上证指数 既然是优于创业版指数 那么未来 有可能上证指数也会 在反弹过程上也会担当一个引领 就把这个接力棒拿过来 随后创业版指数再要动 也就是在10月下旬 中下旬以后的事情了 但是上证反弹的时候 创业版也会跟随 只是说它的力度 就要比之前来的更弱一点 它不再引领 是这样 就换个角色 是这样 好 就您的观察点 就是这两天 看看下方的这个缺口 到底补不补 对 补了就表现弱了 还有补充一点 这是一个看点 还有一个看点 确实就是我们的政策 因为针对于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实际上有降纯准 然后市场的反应度 也并不是很高 但是如果假设 未来我们有看到利率 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中性 或者有一些微调的这个动作 一旦看到这个动作 那我觉得就是类似于 像一些房地产类的品种 也会动 所以也会推动指数 所以说利率的一个观察点 也是近期的观察重点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MLF 包括就是LPR 实际上它都是一个 观察的侧重点 那么所以说 大家要密切关注这一点 对于这一点 我觉得市场 无论是机构 还是一些个人投资 都是非常就是看重的一点 而且它有可能看重点 会更优于一些经济数据 因为经济数据是已经过去的数据 然后现在怎么应对 才是真正应该看好的这一点 对 好 既然说到这个 因为我们的这个央行的政策 肯定在近期 我们是不太可能会直接的去证实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全面降准 以及定向降准了 而且在周一的MLF的利率当中 我们也看到 其实是没有调降的 如果你在看LPR的话 一般其实是有联动性的 但是也要等到9月20号 我们唯一现在能够关注的 就是要关注一下 今天凌晨的美联储的 一个议息的会议的结果 现在市场的预期 还是会降息 25个基点算是 如果出现了 那就是符合预期 但我们就假设 如果要是出现了市场 潘老师预判一下会怎么样 如果要是他没有降息 那是不是说明 我们首先MLF的这个利率就没降 那我们LPR这个利率 降的概率就更低了 甚至我们未来降息的概率 也更低了 而且我们今天又是一个 这么缩量的十字星 您怎么看 实际上整个市场 今天都在等待 应该都是一个等待的过程 那么如果说那边不及其 或许他们自己的市场 也会有波动 如果有波动 我觉得会影响到我们的开盘 我们也会有波动 所以说我就很难预测 就是说究竟是 这个地方是换挡还是横盘 就难点是在这里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央行的一个应对 和他们并不是完全同步 我们有自己的微调的方案 所以最后还是要看 我们微调的方案 如果说那边不动 那我们这边微调的方案 它的一个概率 就你可以降到几低了 是这样的 如果那边是常态动 或者降息还是25 就是李婷你刚才所说的 那我们这边应该还是有一个可以可看的点 如果那边是加大力度 但我觉得这个概率也很小 因为市场现在没有预测到这一点 所以说这是一点 还有第二点 要看它的表述的文字语言 就要看它的一个文字语言 是怎么表述的 也是我们可以依判的一个 就是判断的一个 就是可以依赖的一个依据 是这样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会有自己的风格 因为我们前期也提到过 有一个逆周期 那我觉得这三个字实际上是很微妙的 然后还有三个字是工具箱 我觉得在这个 比如说这个过程当中 也许他们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 市场是这样的 如果说利好 大家都是预期之中 当利好出来之后 大家反而是很谨慎的 但是如果假设在这里 有一些利好 大家没有预期反而出来 那我觉得对市场 应该推动作用很积极 对 好 我们再来说说创业版 创业版确实已经连跌了六天了 来看一下 这个创业版的六连音 虽然今天是跟假音线 但是确实走得也不是很好看 但是创业版也进入到了一个缩量 以及去考验二十天线支撑的一个位置了 二十天线附近能不能止跌气温 因为创业版其实离二十天线 要比主板更近一点了 洪书明怎么判断 应该来讲中小创的指数 包括生成之后 中小版指数 昨天实际上已经是把这个 类似于护纸的第二个缺口给补掉了 那么今天的创业版也把这个缺口是给补掉了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下方的这个支撑的均线 也就是二十天线 那和护纸实际上是类似的 但由于呢 这两天50是相对 尤其今天50相对比较强 所以护纸的调整幅度比较小 创业版还是又是出现了阴线的一个调整 那么市场的这个热点方向 也从原来的这个大科技的这样一个主线 开始切换到一些其他方向 就是白酒股的表现更为突出一些 那么使得创业版更显得在今天 相对是处于一个被动 比较为被动的一个状态 但在午后的盘口当中呢 我们会发现和上午的盘口 还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上午呢 是上证50是非常的强 然后呢 基本上是白酒在带动 但是呢 金融股并没有表现 更多的是白酒股在带动 但午后上证50的走势 是比较弱势一点的 但是午后呢 这个创业版指数 反而有一波斜律 更为陡峭的向上的拉伸 是由消费电子来带动的 但是也没有带动起 整个创业版的做多的热情 量能也是不足又冲高回落了 那么可以看到实际上 资金在各板块当中有切换 也并没有完全放弃 科技股也给这个创业版 留了一些这个未来 继续上涨的一些方向 领涨的一些线索 但是我们也看到 就短期之内呢 这个调整结束的 这个信号还没有出现 那我倾向于呢 一个创业版 还是很有可能 在20均线附近只跌 因为整个上涨的节奏 并没有因为 昨天的一个阴线调整 完全的破坏 而一个月以来的 这个上涨的获利盘 也需要消化 那么消化完了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 未来的上涨斜率 可能会放缓 更有可能是 以板块轮动的性质 来往上的这个推动 而更为重要的是呢 就创业版科技股 当中一些代表品种 比如说像蝴蝶股 股份这样把它称之为 整个大科技的 这一轮行情炒作的 龙头品种 并没有出现 见顶信号 甚至还有可能 后续还有进一步的 一个冲高的 一个预期的话 所以我大致认为 创业版未来 也不会深调 会和股指和护指呢 基本保持一个 相对同步的节奏 来考验20均线支撑 那么受到支撑 再次上行的概率 还是偏大的 但潘老师刚才是说 如果指数再涨 可能是主板这边领涨 就指数性的行情 创业版就弱了 你如果判断 就大家其实都看 接下来应该会有一个反弹 只是不知道 这个反弹的力度 和高度怎么看了 但是方向上 你会跟潘老师 有一些区别吗 领涨的方向 对 我认为呢 就是说领涨的方向呢 可能还是要靠一些权重 去带动 那就是还是指数性的吗 指数性的 这个行情的这个特征 在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会 明显的要好于这个个股 如果是往上涨的话 是有可能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呢 首先金融股的表现 就大的券商股 这样一些表现 还是一般的 大的银行股 也还没有启动 但是是不是就未来 互指的这个表现 会明显的强于 创业版指数 因为如果说 大金融板块是启动的话 那么创业版这一块的 我们知道几只权重国 像东方财富 同华商 也是连续的这个调整之后 金融科技也是很占 创业版的这个权重的 基本上这些品种 都是和券商板块的节奏 会是保持一致的 所以我认为 未来主板如果能够向上的话 创业版应该也不会 完全和主板背道而驰 也会有一个 我们说甚至会有 更好的弹性出现 好 余伟呢 余伟觉得创业版 二天线附近 能止跌起稳吗 我觉得止跌的概率 是比较大 但是就是起稳之后 能不能再往上 可能会要等一段时间 因为科技股 的确这一波 长得还是比较凶 我们看到一些 核心的科技的 或者一些软件的 一些板块里面的个股 还刚刚调整 调整的幅度 相对于它的涨幅来讲 还不是特别足 但是我们又一方面 又看到比如说消费电子 比如说生物医药 就是创业版里面 一些核心的品种 还是能够坚强的 能够有一些上涨 就是有一些板块的 一些互换 一些互换之后 指数就不一定会有 比较大的调整的空间 所以这个地方 起稳是比较可能 而且我觉得可能 反弹的空间 可能相比主板指数 来讲会弱一点而已 只是这地方 可能会有一个板块轮动 那么核心科技 我觉得这方面 可能是调整的幅度 没有到 所以可能还需要等待 但是这个科技股的主线 我觉得不会轻易的变化 只是获利有一个回头 一个松高的一个回落 未来等到它调整的 一个比较到位的 一个情况之后 还会有资金去关注的 那么科技和消费 这两条主线 我觉得会互相的 切换和轮动 现在是消费比较强 那么科技比较弱 那么未来消费股 涨到一定的幅度 可能科技股又调整好了 这时候科技股 还会重新再起来的 所以这两条主线 是不断的切换 所以创业版这地方 可以止跌 但是可能要等待 再有机会 可能要等待一下 但这个切换 其实是有一定的 时间周期的 科技股的这波活跃 其实从8月份开始 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接下来 如果说创业版 也能跟随主板长 是不是可能 这一波科技股的行情 暂时可能要 进入修整期的概率 是增加了 是 我觉得时间和空间 可能都还要等一下 都还没有到位 但是其中会有些 细分的板块 比如说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 可能调整的快一点 它可能会早点启动 调整的深一点 它可能会早点启动 会有个先后的顺势 那么保证指数 不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跌幅 我们一直在说 结构性的行情 结构性的行情 这个结构性的行情 其实就体现在科技股当中 科技股的结构性的行情 甚至有的科技股 走出了10倍 结构牛的行情 但是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上 是不是大家对于科技 要稍微放得轻一点了 因为今天消费版码 又一动了 对吧 如果像潘老师说的 接下来指数性的 再来冲个关 金融当中去了 我们来看看 北向资金的市场的流向 今天北向资金 还是在流入的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咱们大跌 北向没有大幅流出 还是小幅流入 今天北向流入了47个亿 我们来看看 互股通和深股通的一个情况 还是互股通流入的多 互股通经流入了28.83亿 深股通流入了18.8亿 所以北向资金再度大幅流入 是不是也预示着 可能接下来武林更强一点 这科技或者创业板这边 会只是跟随的 能不能武林接下来 领长这个市场 帕奥是怎么看待 实际上北向资金 是我们这段行情 最大的拥顿者 也就是说他们是很坚定的 就不管市场你怎么拨折 它基本上以流入为主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至于北向资金 实际上对行情 应该是有一定的指引作用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像今天在流入品种当中 也有一些消费类品种 它也在不断地在买入 是这样的 武林的这个结构 非常复杂 因为武林里面 样本股它的高低层次 是完全不同的 然后有一些是在很低的位置 然后有一些是在很高的位置 它是不是一个 就是均衡的一个匹配 所以针对武林来讲 如果说我们认为 有存指数的行情 那我们应该是认为 武林当中位置比较低的 市值比较大的 价格偏中低的品种 应该有启动的行情 就是说在这边 如果说后面动的话 我就会动用他们 如果说你再在一些 很高的价格的品种上 再去动 那我觉得一个是空间和时间 都是有限的 而他们动起来也不可能 连续的大幅度的拉伸 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要动 如果假设有动 除非不动 是吧 如果假设有动 应该是大市值的中低价的 我觉得在武林当中 应该动这些 类似于像基建 银行 还有两桶油 还有甚至于 如果利率有动 应该是房地产 我觉得应该动这些 然后这些才是推动 最后一波指数 往上走的 这个行情的一个推动里 但是是不是需要 一些利好的催化 或者有些外力的推动 才能够看到 你说的低位的品种 进入到补涨 或者说拉升的阶段呢 实际上在这一段 比如说类似于两桶油 虽然在没有外力之下 他们也在涨 也就是说 他们是在超跌到极限之后 自身有一个修复能力 是这样的 那如果有事件出动 他们有可能动得更快一点 包括有一些机械 当时还记得 有一些可转带可以转换 我觉得这些 都是一个推动力 到时候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因为在这段行情当中 因为它的层次感 就是特别特别强 也就是说 有一些偏科技类的品种 成长类的品种 就走得特别特别好 但其他品种很安静 我觉得最后一段 应该会补充一下 对 那就是一个最终的 就大家一轮 比较像样的行情 就什么品种都轮一遍 对 是吧 好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操作 其实今天这个市场 还是能看得到 资金还是要去选择一些品种的 就是没有说 完全就是静观其变 等待这个市场 选择什么方向 这个方向 一边是消费百码 一边是消费电子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领涨的品种 首先是酒 酿酒板块 4.11%的涨幅 上周咱们看到茅台大跌 今天茅台已经快创出 它的历史新高了 另外就是化工 还有食品饮料 其实就是一线 还有二三线的 都有移动 还有就是房地产板块 那么跌幅局前的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涨得比较好的 工具更热 其实就是天然气 这一块 今天是调整的 船舶 军工 其实今天还是在调整的 过程当中 石油 这也是前两天油气的 一些相关品种 但今天是进入到 补跌的队伍当中 还有IT设备 以及电信运营 就是其中有一些 5G的品种了 我们说两块 一个是消费电子 一个是消费白码 咱们先来说消费电子 昨天的节目当中 其实我们就提到了 就昨天 逆势走强的 其中的一个品种 就是消费电子 戈尔和利逊 昨天都是小涨的 所以今天要看看 这两个品种 到底是怎么走 能不能拉出去 表明这个趋势的资金 是不是还愿意在 消费电子 或者说科技股当中 去寻找机会 今天这两个品种 确实还是比较强的 戈尔也创了新高 利逊也是大涨了 3.57% 那么下午 这个灵异制造去打宝 虽然最后涨停没封住 但是带动起了一些 其他的苹果产业链 或者是消费电子的个股 灵异制造 水晶光电 欧非光 蓝斯科技 都有6%以上的涨幅 我们先来说 消费电子的这个走强 它是不是有持续性的 表明你看 资金调整完了之后 是吧 没有去做低位补涨的 也没有做软件芯片 其他甚至PCB等等 他选择了消费电子 洪书民怎么判断 上周来也是在做选择 就是在5G 芯片 软件 这个消费电子 几个方向当中来做选择 我当时也说 可能未来补涨潜力 更好的是消费电子 那么在昨天的行情当中 也看到这一块是非常抗跌 在今天行情当中 它是唯一在大科技板块当中 能够脱颖而出的 这样一些 我们说机构的一些品种 或说一些机构票 是少数能够走出来 扛过昨天下跌的 那么主要的原因 一个就相对于其他的 我们说像中国软件 或互电股份 虽然消费电子股 在最近一段时间 也累积了一定的涨幅 但是一 没有创出历史新高 没有到达那种 翻了好几倍的这样一种 绝对高出不胜寒的高度 那么从整个的 配置性价比上来看 显然这些品种 肯定是机构还在配 从盘中的走势上来看 对于机构来说 还是有吸引力 并没有完全的 认为是太过高估 这是一 第二个 对于未来的预期上来看 我们看到实际上 整个5G时代的到来之后 我说整个产业链 会有先后受益的一个顺序 可能率先受益的 像电路板 PCV 慢慢的一些基站设备 到最终最后受益的 还是落到最终的 这个消费端上来看 最直接的就消费电子 最后随着5G的 这个更新换代 手机的一个换机潮 会在未来一到两年 是到来的 那么消费电子 显然它的业绩释放 会在未来一到两年 体现出来 这会晚于PCV 但是终究会来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从短期的刺激因素上来看 也看到实际上 苹果的这个iPhone 11 它的这个预售效果 要比预期要来得 好的很多 所以也重新刺激了 对于整个苹果产业链的 这样一个重新审视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 那么所以我认为 消费电子能够 既然是能够扛过 昨天的下跌 今天能够 重新受到市场选择 应该是还会有继续看好 甚至我认为 还有中期看好的 一个机会 那只是在短期来看 也涨了 有些比如说涨了三四天 在节奏上 大家还是要留意 对于这些中线趋势股 尽量低息不要追涨 就短线就不能追了 是吗 今天已经涨得差不多了 对 它很有可能 就是拉出中央线之后 后面会缓步地再修整一下 但是如果说是 中线一直跟踪这一块的 我认为可以继续地 做一个长期的持有 就如果在里面的 还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是 是吗 好 今天除了消费电子之外 稍后我们也来说说 科技股到底还有没有戏 消费电子既然走强了 能不能带动起 其他的科技 还是说接下来的科技 其实是明显分化的 只有某一些领域 或者某一些行业 某一些龙头 能有持续性 其他的没有 再来说说白马 一会儿听听几位嘉宾的分析 了解一下 在今日股市微信当中 招募的锐头库 只要您是有资格认证的 投资顾问 都可以在有看头上面 一时伸手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选股 你势赛必得 得心应手 手到前来 看盘 你举重若轻 轻而易举 举世无双 挥舞你的点睛之手 燃烧你的投资之魂 最强投股擂台 已为你升起 不服来战 报名入口 请扫二维码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板块轮动太快 抓不住投资机会 赶快下载 股拍APP 票选明日最强板块 感知市场热度 还能瓜分万元现金 首次警裁 奖金翻倍哦 股拍 各大应用市场 均可下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三分钟 欧西盘面重点 小谈股市热点 为你解忧消愁 我是莫愁 在股拍APP 看A股你莫愁 股拍 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有一种眷恋 源于每一棵草木 每一寸土地 有一种依恋 源于绚烂的文化 迷人的风物 有一种热恋 源于无尽的期待 无限的憧憬 心中幸福的源头 都是你的支流 长江之变 板块轮动太快 抓不住投资机会 赶快下载股拍APP 票选明日最强板块 感知市场热度 还能瓜分万元现金 首次警裁 奖金翻倍哦 股拍 各大应用市场 均可下载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好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还是先来说科技 科技股的行情 其实我们也说了 一段时间了 但是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上 科技股是不是还有行情 是不是还有戏 今天呢是消费电子移动 那我们来看看 消费电子这样的活跃 能不能带动起 其他的一些科技的 核心的品种 其实主要分三块 5G 软件 芯片 今天科技股 其实都有一定的表现吧 但是像明普光磁 是涨停的 东方加盛涨停 软件方面是 博斯软件 中科软 当然也有次心股了 保信也算云计算 只有1.63%的涨幅 盛邦今天是涨停的 模拟芯片的品种 还是很强 但是维尔今天没有跟 海特高新 中环股份 深圳华晴等等 但不能说完全很多 都是纯芯片股了 余伟来说说吧 觉得科技核心品种 能被消费电子 这样的活跃带动起来吗 我觉得科技 这些核心的品种 跟消费还是两条 不一样的逻辑 那么消费电子 对 和消费电子 消费电子 因为消费电子 其实它更多的 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18年长期以来 一个大幅下跌以后 整个基本面会有一些变化 就是我们看到 5G从推出 从设备 开始往消费端 开始变化了 就是我们看到一些 5G的手机开始推出了 那么它的基本面 会有一些变化 它还是有基本面支撑的 那么我们看到软件 或者其他的一些 比方讲芯片 它更多的是一种 情绪的一种释放 就是它是一个波浪性的 它不是完全完全说 我的业绩怎么样 我的股价是根据业绩来走的 那么消费电子 其实还是走业绩浪的 所以消费电子里面 其实也会慢慢分化的 就是5G里面 它会有些新的应用的 比如说天线 比方讲它的一些 比如说VR AR 这些可能会更强一点 那么作为背板 做屏幕的 它可能会更弱一点 那么我觉得从消费电子 和5G 和芯片 和软件 其实逻辑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难去带动它 情绪其实到达了一个该释放 该获利了解的一个程度了 所以短期 你说把它重新再带起来 很难有自己另外愿意去接力 在高位的时候去接力 再打一把 它要想办法就出来 就是它很难找到 再有人再去把它打高一点 其实比较难 所以带动是比较难 更多的是 这个消费电子的持续性 能走多久 可能你现在去追高 也比较难 不是很好的一个位置 但是你如果你在里面 你去持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倒是可以看一下 那是说在科技里边 5G也好 软件也好 芯片也好 现在大家都别碰了 如果有反弹 其实是以初为主 而不是要以逢低去吸纳了 是这个建议吗 我觉得可能反弹都会比较难 因为这波行情其实比较大 比较大 而且里面的资金 都是情绪化的资金 打得都比较急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再反弹 再让你有一个出货的 一个区间的话 其实是比较难的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等一等 等它走平 等它情绪又回落了 大家不怎么关注了 反而就又会是机会 因为科技股 我觉得还是一个 波浪型的一个操作 它的情绪一定还会来 但是你要找到一个 很好的位置 就目前的这个位置 肯定不是你去介入 再去打第二波的一个位置 POW是怎么看的 其实核心就是 科技股的行情 还有没有 还能不能再去发酵了 这里面我们只有一把尺 也就是说如果去衡量 同样是科技股 因为前面都有一定程度的涨幅 然后累积的时间也比较长 那么我们唯一的一把尺 就是业绩 也就是大家去判断一下 比如说它对三季报 是有预告的 然后业绩又成长得很好 那我觉得这些品种 有可能会有 后面还会有 还会上涨 但是这个比例 我觉得不会很大 因为现在毕竟 你要科技股要落实到业绩 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那我觉得针对大部分的品种 我觉得应该是愉快的止盈 也就是说如果假设 有二波行情再走出来 就类似于像今天的消费股一样的 应该是愉快的止盈 而且很多品种是这样的 在连续的上涨之后 如果它再度的去推动 那些长阳线 反而不应该是追涨的阳线 而是应该止盈的 阳线的一个提示线 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针对这些品种 除非你对业绩 有特别特别的把握 自己绝对能够分析的清楚 它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那我觉得三到五年都可以持有 但是如果没有 那我觉得在这边 如果再上来 应该是愉快的止盈 洪书明怎么看 我认为大科技的这个行情 应该可以看的是比较的长远 我一直也是反复强调 而未来的这个 或者很长一段时间 包括国际上的这个经验 十倍以上的牛股 要么来自消费 或者来自科技 基本上这两个方向 各占一半 所以现在去谈科技股的短期 那我认为是阶段涨幅有点大 基金仓位有点高 那么有不少的品种 面临的短期的 这个获利回托的压力 大概可以适时的 在一些涨幅过大的 科技股当中 一些软件类的 芯片类的 来控制一下仓位 但放更长远来看 我认为这当中 必然一些行业龙头 还会存在未来 翻倍中长期 甚至数倍的 这样一种可能性 所以一分为二来看吧 短期我也认为 整个大科技板块 会有内部分化 消费电子的启动 未必会带动 整个大科技板块 全面回来 而且需要成交量的配合 现在这个量呢 显然也不支持 那是说短期 大家如果手上拿的一些 前期的强势的 5G软件芯片的个股 是逢高 其实要进入一个 兑现的阶段 对 或者说 或者说是等待 它做一个头部的反抽 做一个头部形态 或者说等待 它最后一波的 这个出货行情之后 是慢慢地先减一下 来控制一下这个仓位 那科技里面 其他的品种 现在也没有什么 可预期的 就是之前讲的多 是5G软件芯片 但大家也预期 比如说5G的应用端 什么人工智能 然后相对低位的 什么卫星导航等等 但是好像现在看 也没起什么气候 是说其他的分支 现在也很难轮动 再成为主线了 因为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因为在前两天 iPhone 11发布出来 有一个新的概念 叫UWB的技术 这个概念 超宽带的这个概念 当时启动了 浩云科技 对 浩云 包括中海达 也是有启动 但是明显 这两只 关于科技的新概念的 新技术的品种 就今天 昨天走势 叠加来看 都是相对是比较弱的 也说明上 对于新科技的 这样一种热衷程度 在下降 那么也说明 整个纯的科技股的 短线高潮式的炒作 可能会进入到一些 相对比较偏尾声的阶段 消费电子偏中线 我们就不提了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再折射过来看 市场当中的连板股 虽然高度也不是很高 但多数还是 在科技这个范畴里面 而同时也看到 中青宝也被拉出来 当作区块链的概念 在炒作 每天也都有区块链概念 在上涨 所以我大致认为 数字货币这个题材 包括金融科技 这个题材还会是未来 会在整个大科技板块当中 未来还会冒出来的 那毕竟它的炒作的时间节点 离近到11月份 预期央行发布这个数字货币 还有很长的这个运作期 而同时呢 数字货币的这个细节 各方面还没有公布 那非常朦胧的 所以现在还只是 第一阶段的朦胧炒作 未来等说这个数字货币的 发布最后更多的细节 一个一个具体相关的 上市公司出来之后 它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个高潮 所以对于数字货币 这个金融科技这个题材 我认为未来的这个空间 下半年的这个空间 还会很大 还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 好 接着咱们来说一说 另外一个消费 就是消费白马 来看看今天白酒股是领涨 有两支是涨停的 酒归酒以及赢价供酒 另外金氏元山西粉酒 等等都有不错的涨幅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 白酒股一般来讲 就大涨的时候 你肯定是不能追的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不是释放了一个信号 就是告诉你说虽然资金在之前 主要选择的是科技 但是当白酒 或者说当消费白马 调整一段时间之后 确实还是会有资金 不断地去回流的 当然它选择的品种很重要 所以是不是二三线的 食品饮料的 或者其他的一些消费的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们今天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绝位食品 3.22%的涨幅 恰恰食品 3.53%的涨幅 广泽酒家 3.21%的涨幅 你看他们的调整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了 就2733这一波 科技涨吧 他们其实在一直调 余伟经常关注 这种消费 或者医药白马 你觉得哪些消费白马 大家是可以去布局吗 首先就选消费股 一个是 的确是符合消费升级的 这个概念 它这个产品 有一定的品牌性 在这个细分行业里面 有一定的品牌属性 有一定龙头的属性 另外一个 从一个技术的走势来讲 它必须是一个均线 还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排列 你刚刚其实举的这些例子 基本上都是个多头排列 它没有说调整 它也不是破位的调整 调整到均线 它会有承接力 就是会有一些人 会有一些资金 会愿意给它去承接 所以短期 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跌幅 另外它的业绩也好 它的成长性也好 从中报也好 包括三级报的预期来好 都是比较好的 所以它这个成长性 长期的成长性是看得到 那么这个时候 资金是愿意进去的 所以更多的是 我觉得白酒 是打了一个标杆出来 就是我们看到消费 是一个长扭的一个行业 里面会 不同的行业里面 会有不同的一些消费国 包括我们看到恰恰 就是它代表的 其实一个休闲视频 包括绝位视频 然后新上市的 还有一个做休闲视频 今天是创了历史新高 就是一个自信国 基本上就是代表一个 未来一个消费升级的 一个方向的 其实都是我觉得 值得大家去布局 就是分低 就是现在目前的位置 我觉得它是比较合适的 经过了一轮调整 科技五大涨的时候 它没有涨 是横盘整理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几天 其实有点放量 特别是今天有点放量 然后有点突破一个 小平台的一个感觉 这个时候 你逐步的去减仓 也不建议大家说 这个地方我一定要 怎么样打满它 或者做一波 快速的拉上的一个行情 其实也比较难 科技股它的节奏 消费股的节奏 它是比较慢的 是缓慢的 沿着均线会慢慢的上 你可以如果 一个股票你做的熟悉了 你对它的股性 比较熟悉了 你看着 如果脱离均线比较远 你适当的可以 去做一些高炮低息 是比较合适的 大家我觉得 去选一些看好的 平时甚至是自己 也运营消费的一些品种 就是你会对它很熟悉 然后沿着均线去 做一个长期的一个布局 都是很合理的一个状态 好 汤老师来跟我们说说操作 把三星点下方是 要不要调仓换股 怎么操作了 我觉得就是 如果假设 接下来的行情 是指数型的行情 那我们投资的重点 就应该不再是 选行业选板块 而是应该选指数 就是做一些指数的 包括定投 包括一些配置是这样 然后把这波指数的行情 去把握好是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块 那么第二块 整个三季度过去了之后 接下来就第四季度了 所以对一些 重组的一些品种 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 像今天有些户市的本地股 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板块效应 我觉得将来也会 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些 基本上也可以有一些布局 是这样的 那因为就是说 接下来对 就是即使在这波行情再起来 我们对后面的空间 包括后面的一些时间 都是偏谨慎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这波行情起来之后 大家应该把仓位 尽量地去降下来 就是我自己认为 也许后面也还有行情 或许有些品种还会强势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一定要卖在最高点 也不一定要走到 跟到最后 也许中途下车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 大家去珍惜一下 就是最后一次的反拉 是这样 对今年 明年我们不知道 明年明年再说 但是您已经说的 还是比较确定了 但是不太确定的是 未来上涨的空间 对 是吧 好 余伟觉得如何挑战换股 还有其他看好的品种吗 首先就是 这地方就指数 差不多大家都看不了太高 那么就是会找一些 事件性驱动的机会 那么我这边发现 其实每年的90月份 甚至到明年的一个年初 就是秋冬季节 其实都是一个环保现产 一个就是化工行业 现产是比较多的一个行业 就会轮番的一些化工品涨价 那么最近其实我们 也看到了一些新闻 比方讲 昨天是染料 染料是冲了一波 那么未来可能有一些 我觉得有些涨价预期的品种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一些很细分的品种 但是这个 有些难度 你必须长期地去跟踪它 然后要提前的这些布局 那么我找了一些 比如说零化工 其实前期有过一波行情了 也是涨价 那么现在我看下来 其实整个行业还是比较景气的 所以零化工的一些品种 如果位置比较低 是调整下来了 你可以做个提前的埋伏 做一个仓位上的布局 那么未来 如果它有涨价的一个行情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 在指数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 可能会有一个独立的行情 那么包括维生素 维生素其实几个龙头的个股 一直都是比较强 因为国外的一些企业 其实已经停产了 那么现在是有一个 非常景气的一个预期 包括未来的染料 是不是未来 还会有一个持续提供的过程 包括太白粉 一些细分的一个化工品种 大家我觉得都可以去 去领选去关注一下 那么一些小的品种 如果是涨价的话 位置比较低 我觉得可以左侧去布局一些 好 稍后回来听听红书敏的观点 也来看看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每天五分钟 了解经济学家眼中的市场万象 我是少爷 在谷拍APP 看 喜欢 天下 谷拍 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板块轮动太快 抓不住投资机会 赶快下载 谷拍APP 票选明日最强板块 感知市场热度 还能瓜分万元现金 首次警裁 奖金翻倍哦 谷拍 各大应用市场均可下载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请出周宇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 周宇你好 好的 昨天市场出现了一个中线的调整 那么我们谈到说今天分时会有反弹 今天呢 的确上振最多的时候反弹了18个点 量能呢 萎缩只有2000亿 但是呢 收盘却仅仅只涨了7个点 明显这种上涨和这种量能是不足以市场持续反弹的 那么今天我们又要给大家看到哪些方面的一些信息呢 我们来看图 首先我们来看到左边这张图 这个是上阵的60分钟 60分钟我们在前天提示市场要选择向上还是向下 昨天市场选择向下 今天我们告诉大家 选择向下之后第一波反弹完成 完成之后 现在关键的是明天分时的一个 有可能会再次探一个底 往往这种分时的反弹呢 出现微型反弹的可能性比较小 所以一般会探出第二个底 甚至第三个底 所以我们现在重点关注第二个底 是否会创出昨天的新低2970 如果能够在2970上方 企稳继续向上突破今天的2996呢 那我们认为短线底部有望形成一个结构 那反之如果继续向下呢 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个下跌形成探底 所以今天的给大家特点是分时整档反弹 重点关注是否出现在次探底 那么从右边这张图 大家也可以看到一根长阴线配合一根带上阴线 长上阴线的一根小阳线 明显今天的这个市场的反弹是相对比较弱的 证明现在谈市场见底还为时尚早 那么在整个的市场的这个变更的过程当中 我们重点还是要围绕着一些市场的事件 来给到大家一些方向和机会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一些重要的事件又开始发生了 今天是18号 华为概念有望迎来新一波行情吗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华为最近啊 从8月份到9月份 8月份8月9号的华为开发者大会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股价是出现了连续两周到三周的一个 整档上行 在8月31号华为方舟编译器正式开源之后呢 也是连续收出了六根阳线 目前9月18号华为全链接大会开始召开 是否也会形成一波真正的向上的整档上行呢 华为全链接大会呢 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盘点 9月18号华为首次发布整体计算战略 推出全球最快的AI训练集群 对应题材呢 人工智能 明天9月19号华为将在德国目的会发布 全新的Mate 30系列产品 对应题材是消费电子 还有呢9月20号华为发布的开源 开放的生态战略 对应的题材是华为的生态合作伙伴 这个华为生态合作伙伴 到底涉及到哪一些企业呢 来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等会儿啊 首先呢作为主题演讲 比如像同方啊像绿蒙科技啊 包括这个专题的演讲也有八家公司 还有呢就是发布联合解决方案的有五家公司 那么这些公司里头如何 他们跟华为相对是有关系 那么这些公司如何来进行衰限呢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比如说昆蓬铃鱼伙伴有用友啊 有东方通中科软包括超图 还有就是同舟共济伙伴 云市场严选伙伴 以及云市场的伙伴 包括解决方案的伙伴等等 那么全链接大会 涉及到如此多的上市公司 该如何进行筛选 或者该如何进行布局呢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帮助大家 来进行一个梳理 和进行一个这个选择的一个方向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说给大家这个来梳理了 华为全链接大会深度的一个梳理的研报 那么它主要是涉及的 一方面是华为全链接大会 核心的关联公司 同时呢对于主营业位 具备良好成长前景的 来给大家进行一个选择 还有就是底部开始放量突破 下乡体开始出现突破的 那么来给大家进行衰限 衰限之后呢 总结了一份华为全链接大会 深度梳理的研报 那么这里头我们就不一一展开了 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啊 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 来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这个分解 首先呢目前这个市场呢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什么呢 非常关键的时刻 也就是在国庆大驾之前 目前的市场到底是向上继续进攻 还是转为防守 这个时候呢大家的仓位的控制 要尤为重要 那么在目前情况下呢 要紧扣市场的一些重点的一些题材 进攻方面 主要还是跟这个华为和5G相关的科技 防守方面 两亿 一个是军工 一个是这个医药 这个方向不能有错 好 接下来时间交给李婷 好 谢谢周宇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 观众朋友们明天可以申购一支新股 这支新股是科创版的传音控股 787036的申购代码 35块1毛5的发行价格 13500股的申购上限 微信公众平台的调查结构 是47%对53% 还是比较差不多的 最后仓位的情况呢 大家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来了解一下 看看今天的情况 仓位不变最高 其他都有下降 红书面也来说一说 三经典下放如何调仓换股吧 好的 那首先呢 从短线的这个操作上来看呢 我认为大家可以 适当地控制仓位 甚至就是谨慎官网 一方面呢 看到最近的连板股高度 一直是停留在三板和四板之间 而且即便是三四板股票的断板 之后走势也是直上直下的 那么说明这个打板的氛围 并不是太好 而同时呢 也提示大家就是 缩量板的这个操作是要谨慎 比如说最近像地位的连板 龙泉股份和泰龙照明 都是属于地位的这个连板 但是早盘是缩量速板 到尾盘呢就炸 或者说是直接是高开低走 那么市场连板股高度 下降的情况之下 这样一种缩量连板的接力 很容易出现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亏损 那么在对照 我们说年前 炒创头的这个红叶股份 一路能够缩量连板上去 主要是有比较大的这种题材刺激 而同时呢 之前也有横利实业 这样的十一连板的品种 为后面的这个行情做铺垫 所以现在这个行情不太认为 可以去做缩量连板 那么另外呢 是从题材的这个角度上来看 如果还要看地位题材的话 那我认为呢 就是影视类的这样一些个股 尤其是电影类的 这样一些个股 是值得去关注的 因为国庆党的这样一个 我们说电影当中 还有好几部的潜力品种 未来票房可能会去大卖 那么当中呢 也有一些团队 类似于打造过流浪地球 包括这个战狼2的一些团队 当中也有一些 这个相关的这个影片会上映 那么届时呢 如果说电影票房 这个比较好的话 那么在国庆节后呢 可能会是一个兑现的一个机会 现在是一个分低布局的机会 就从连板股的高度来讲 市场的情绪 其实是偏谨慎的 对 是不是 就没有说打出高度 有高标股的 那如果从操作的角度来讲 建议大家明天是可以继续持有 还是说要分高减仓呢 明天的话 如果是从中线角度 因为我们看未来股仗会向上 可以低吸一些趋势股 趁调整的时候 结合指数去低吸 那短线的主动出击的追涨 因为明天依然是不是太可视 所以我建议呢 做中线可以慢慢地低吸 转向上 这里有宇宙不同的技术讲解 这里是牛伞聚集的训练营 谈股论金 为您解析每日盘灭的跌宕起伏 邀您共享投资达人的赚钱秘诀 每个交易日晚七点 我们与您相约 不见不散 本节目由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股拍独家冠名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 实战派精英精准活击 尽数公告延报 网络超级牛股 每周一到中午晚20点至21点 公司与行业为您解决投资痛点 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最深入的解读 最其实的连线 欧洲速度科600指数上涨 新闻当中也报道说 英国金融机构 最接近的现场 我是女才 在德国汉堡 我们有两位特派记者 最前沿的探索 那么回归商业的本质 虽然现在全球经济已经走出低谷 这是为您创造价值的新闻 这是财经夜行线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邀请您收看财经夜行线 观天下 多大事 激荡最强脑力 汇聚顶尖思想 一节影响 与您共享智慧人生 本节目由青岛啤酒奥古特 荣耀呈现 本节目由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谷拍独家冠名 欢迎来到由学习炒股的视频APP 谷拍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谷论经节目 每天下午3点半到明天开盘前上谷拍APP 观看当人板块解析 票选明日最强板块 感知市场热度 还能瓜分万元现金红包 大家好 我是李婷 市场在经历了昨天的调整之后 今天收出了一根缩量的十字星 是调整中计 还是企稳信号呢 资金回补了大消费版 是调整中计